HELLO,大家好,我是Helie 經常看到我拍日Vlog 其實我很喜歡看別人的影片 是記錄一個星期做什麼 或者一個星期吃什麼 所以我就想挑戰一下 拍一個一星期吃什麼的影片 如果你也對我的飲食習慣有興趣 想知道我晚餐其實吃什麼 是不是真的很健康的話 其實應該也不是的 我這星期只有一天煮飯 那我們就開始了 今天的影片是由Cology From Up 櫻花彈力膠原飲贊助的 因為它是一款建議晚上飲用的膠原蛋白飲 就可以配合我的晚餐時間 它是有專利雙膠原蛋白 可以激活肌底的彈力因子 也可以提高肌膚的鎖水能力 其實這一盒已經是我喝完的第二盒 我平時習慣吃完晚飯就喝一包 所以現在先吃晚飯 一會兒給大家看看它的質感 然後再慢慢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膠原蛋白飲 煎魚的技巧就是你不要動它 等它煎好一邊才反另一邊煎 就不會那麼容易散的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煎好了 今天我和爸爸的撐桌腳 就是有兩條煎魚和一個白菜 讓大家看看我的飯的量 我現在只吃大約這樣 三分一碗飯 我想說連Chopper的飯分分鐘都比我多 這一天是被媽媽放飛機 本來預備了三個菜 但是他說不回來吃 只剩下我和爸爸撐桌腳 就變成這樣了 你們和家人吃飯的時候 是會玩電話、看電視 還是像我們一樣一邊聊天呢 吃完飯之後 我就會喝一包Firm Up 以往很多朋友都會透過補充膠原蛋白 去保持他們的肌靈 但是原來補充多少都好 膠原蛋白一餘到糖就會受損了 所以只是補充膠原蛋白是不夠的 要同時做到抗糖化才行 科學家發現原來櫻花做這個抗糖化的效果是很好的 這一款大家看到 它裏面的質地是這樣的 不會稠、很辛苦、很難飲用 然後聞下去是很香的荔枝味 而且非常之容易入口 Firm Up加入了日本專利櫻花碎菜成分 有抑制93.3的糖化作用 是有效做到抗糖化的功效 亦有便宜價PAULA之稱 今天就已經喝完了 我們明天繼續了 來到第二天我就去吃大排檔了 因為剛剛陪了爸爸去做這個推拿 拔火罐和刮沙 然後就去附近那裡吃大排檔 順便給大家看看我男生的一面 三個人去大排檔真的很難點點 我們隨便點點菜 然後要一些香口的鑊氣 就要了一個煎肉餅 最後就是我爸爸很喜歡吃的薑蔥霸王雞 然後飯量方面我也是大約三分一碗就夠了 如果不是爸爸剛剛弄完火罐和刮沙那些的話 我們一定會叫啤酒 可惜沒有得喝了 吃完東西之後直接喝一包Firm Up 非常方便 帶出去完全不需要擔心 又要混湯或者混其他飲品 就這樣喝完一包就可以了 但是為什麼我喝東西的樣子可以這麼呆呢 來到第三天了 我就做回小廚了 因為昨天吃剩了一些煎肉餅 所以很簡單 炒菜 然後做一個蒜蓉粉絲花甲煲 就完成這個晚餐了 這個花甲煲又是不專業廚房系列排隊要做的東西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我記得留言 我就會準備的了 又是不需要什麼的材料 不需要什麼的技巧 就可以煮到這個看得吃得騙得下人的菜了 哇好忙啊 之後呢 除了花甲煲就是兩個超簡單的菜 然後我的飯 因為有粉絲我就吃一口就夠了 真的不要開玩笑 那些粉絲超級入味 還有呢 這麼多花甲這裡其實30元就完成了這個菜 當然不少得吃完飯之後 喝一包firm up 今天呢我難得出了碗局 就想要吃這個雲吞麵關注小組之前 很多人都推介的十大碗 有這位先生陪我吃 我也是雲吞麵關注做推介的 什麼啊 男朋友 哈哈 大家不需要理他廢話的 我點了一碗豬潤雲吞麵 那些雲吞一定要放在碗底才覺得正宗的 而且是很彈牙很好吃 我覺得這間真的不錯的 然後我男朋友點的那碗看上去 是不是很平淡 他的雲吞和水餃全部都是在碗底那裡 超大 大家看到嗎 我的拳頭呢 是差不多這麼大的 好過分啊 吃完之後就是喝firm up 今天還特地帶多了一包給男朋友試一下什麼味 怎麼樣 怎麼樣 好不好味 超好吃 他的荔枝味 好像那些台式飲品 超好吃 超好吃 我們的晚餐呢 就是這一份 它叫做什麼啊 乾麵皮 對 一個我都不知道什麼 酸辣粉的店裡買 還有呢 我們就拆了一些甜蝦刺身來吃 沒錯 這樣就是一餐了 Hello 今天又沒有化妝了 因為星期六通常沒什麼特別試 我都不會化妝的 然後呢 剛剛又洗了涼 洗了頭 是還沒塗任何Skin Care 現在是非常素的狀態 好了 這位先生已經獨自完成了這個晚餐 我的貢獻應該大約有1 現在呢 就是時候 喝我們的 Collagen 櫻花彈力膠原飲了 好可愛啊 喝起來像啫喱 然後味道也好喝 真的有點像 以前小時候喝的果汁 先生我們進來的鏡頭好不好 你這樣卷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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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喝光了 大家看到桌面的啤酒嗎 終於有得喝酒了 還有特別嘉賓 Hello Chopper 我們約了朋友在銅鑼灣 一間SFusion菜的餐廳 吃飯 大家看看她的餐牌也挺有趣的 我們叫了一個冰火珠珠 其實我覺得有點普通 然後就是 茅丹蝦 明太子烏冬 那些蝦 很美麗的 但是那個明太子是好吃的 然後呢 這個黑馬 我們打算送一下酒 誰知道呢 這個炸三文魚是全晚最好吃的 大家看看 Chopper 它也很開心啊 然後呢 還有一個青口 那些青口蠻飽滿的 還有呢 講多個秘密給大家知道 如果Chopper知道那些東西 他不能吃的話 其實他不會 伸進口去抹大來吃 他只會嗅嗅嗅嗅 這樣就算了 吃完飯記得喝一包 Firm Up 還有今天呢 我們還有另一個小狗朋友 他就是Belbel 是不是很可愛啊 他很喜歡Chopper 假的假的 其實他是覺得 喝醋他媽媽在抱著Chopper 不說了不說了 Hey 等我設定場座好和大家說一下 以上就是我一個星期 非常之生活化很寫實的晚餐vlog 和大家想像中不知道有沒有不同呢 今天非常之多謝 Firm Up 櫻花彈力膠原飲去贊助這條影片 因為我最近都喝了超過一個月了 可以和大家說一下我的容後感 首先我覺得這個膠原飲 細細包真的超方便 如果在家就沒什麼所謂 但如果外出的話 其實他放在小袋裡 都完全不會佔空間 而且他可以直接飲用 不需要混合其他東西 我覺得真的是一大好處 第二件事就是喝完的感受 我的習慣是回到家裡 喝了它大約兩個星期 開始我就覺得自己沒有那種 從裡面乾出來很需要 立即去塗護膚 立即去塗保濕的那種需求 所以他做到由內到外的保濕 而且皮膚多了一個飽滿 然後彈性是好了的感覺 從而令到那些細紋 那些乾紋 大家都知道我是乾肌 輕熟肌 所以不多不少都會看到乾紋浮現 淡了少許的 所以這些collagen的飲品 真的對於皮膚的彈性 特別是過了25歲之後 你會看到自己開始 對下來 真的要補補令到它 塗上去 還有一件事就是 當你皮膚狀態好之後 你會發現化妝的時候 底妝都會貼一些 我給大家看看近鏡 這麼近就可以看得到 粉底是不會卡入細紋中間的 人原來去到20歲開始 就會慢慢流失膠原蛋白 你會發現到25歲左右 你的蘋果肌 就會開始沒那麼膨 慢慢燒下來 人會開始凸凸 你的乾紋會慢慢浮現 因為皮膚沒有那麼飽滿 所以你會覺得自己的樣子 開始有點老氣的感覺 我們每天流失的膠原蛋白 大約是1500-2000mg 所以我們攝取量會高一點 因為不一定我們攝取多少 所以我們會攝取2000-5000mg的膠原蛋白 去彌補每天流失的量 而今天介紹的 櫻花彈力膠原飲 每一包都會有5000mg 由優質魚類提煉出來的膠原蛋白 除了純度高之外 它們還有低分子水階技術 所以皮膚會更加容易吸收到 不過泰科學的數據 說完之後都是只有10字 最重要是喝完之後有效 而且真的要連續喝 我都試過一天喝一包 三四天沒有喝再喝一包 效果是不會那麼明顯 或者看得到的 這些膠原蛋白喝真的要持續喝 才會慢慢看到效果在皮膚上呈現出來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試一下這個 真的很好味 連我男朋友都很喜歡喝 因為很容易入口 現在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萬寧買到 我的資訊欄會有連結 可以拿20元 說真的有誰不想保持漂亮 保持銅顏在臉上完全看不到歲月的痕跡 所以不說那麼多 我都喝一包 我喝過這麼多膠原蛋白當中 是最好喝 沒有任何奇怪的腥味 沒有任何化學味 是一個很好喝的荔枝味 很感謝大家看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至三點 以及星期日假期就很熟悉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